年底选战国民党员领表登记参选之际 国民党预理政党部主委交接 由退休校长黄夏明接任 而现任主委也是现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同步领表表态角逐参选下一届的预理政长宝座 而面对年底九合一的选举 党内优秀同志争容 主委黄夏明也初步拟定选战机制 让国民党有机会为地方服务 在国民党华林县党部副主委兼交下 现任主委潘岳霞将硬性交给新任主委黄夏明 在此同时潘岳霞也同步表态领表角逐玉立政长宝座 恳请党员相亲支持 岳霞在地道港听到许多人的声音 我看到了我也听到了 所以我毅然决然你的表 我也希望在这里能够获得反应宣定 大家的一个认同来支持我好不好 好 年底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玉立政党部新就任主委交接 说要到场且也有意投入玉立政长选战的龚文俊 除了恭喜新任主委 并表示要重新找回玉立的竞争力 我们黄夏明的黄初委非常有脑筋 非常有做法也非常有冲劲 我相信在他带领之下 这个党部啊 相信额梦一心 祝福各位好不好 我们一群找回我们的竞争力好不好 国民党玉立政党部从6月1号起一连两天 受理党员领表登记参选 而备受关注的玉立政长之争 除了攀岳霞 另外还有同样转换跑道的先认员黄灵兰 以及卷土重来的前任政长龚文俊 党内优秀同志真荣 新任主委黄夏明 初步拟定选战机制 那在我们地方党部的部分 我们基于这个党务中立 在我们认为都是本党级的伙伴 如果在互相在良性竞争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一直公平的处理 年底九合一选战 国民党誓言要重返执政荣耀 此时接下地方党部主委一职的黄夏明 也就承担扛下国民党这一面选战旗帜 要带领党内同志冲锋宪政 抢下选战贪投保 记者是玉兰玉礼镇采访报道